我先叫KC和小年吃東西 不好意思,輝哥 我找不到的士要你獨特來店場接我 我還是去附近見人客信,好嗎? 大龍先生 爸爸 看到你們就對了 遮住我遮住我,別說見過我 怎麼了?爸爸 Terry,剛才你不是說我失車嗎? 是呀,找的士也沒有車 不怕,又是我載你 走了,大龍先生 爸爸,斟筆茶等你了,來 怎麼了?臉色那麼差?叫聲嘆氣 爸爸從西處變高雷工,怕得要躲起來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想見到他 為什麼? 我知道了,就是這本事 弄得姐夫就沒面子了 這本雜誌又學人搞什麼投票活動? 投什麼票? 我的網民選了二太做豪門界阿手 因為覺得見到他都是仇雲產霧 父能量爆燈,一見發愁 三太太就當選阿凡 因為他夠了一場戲 永遠有他說,沒人說 豈不是多虧他倆說 我哪有很多臉王 龍甲威,不夠巧 男人在男廁上都有多奇怪 想跟你分兩位喜悅而已 我太太做了豪門界最有貴的太太 別人叫阿貴 那就恭喜你了 你兩位太太都有獎項 一個叫阿仇,一個叫阿凡 你呢,真是齊人之慘 對 雜誌是胡亂寫握少林 你認識什麼? 你兩位太太,我們每個都認識 大家心中有數 女人還是怎樣?原來都是這樣的質素 原來爸爸怕被勞工再笑 所以躲起來不敢見他 我說人家壞,這樣笑爸爸 別看,一天最壞就是這本雜誌 搞什麼選舉投票 不過老實說 他們真的形容得 伯母Cinty和伯母Melody挺適合的 他們真是一個人仇一個人仇 我記得一次,我們一家人入馬場 二太太沒到,我不斷贏 打算請大家吃飯 誰知道到了,不斷怨 不斷怨動我,不斷輸 還要連日請了我吃飯 我記得了 我也試過 有一次我在公司 準備去片場做臨時演員 誰知道碰到伯母Cinty 她在捉著我,不斷說話 弄得我遲到 最後被導演飛了我 什麼事? 威哥,我今晚熬了湯 不如你來我這裡吃飯吧 我今天約了鄧雀時聊天 待會兒再聊,是嗎? 什麼事? 威哥,人家很想念你 想念心乾淨掉出來 你今晚陪我好不好? 不行,我約了鄧雀時聊天 待會兒再聊,是嗎? 爸爸,你說謊遺騙老婆婆嗎? 我想要這間清醒而已 人家鄧雀時去了地中海 你怎麼會在這裡?你這樣玩她倆 被人笑完還要對著阿壽和阿凡 吃龍藥也沒味道了 我請一支公司去吃魚丹飯就好了 吃一吃… 你三、四年為何瞞著我寶寶? 不是呀,仁哥 那不是昨晚… 寶寶,昨晚你說要陪客 沒空陪我,難道那客人是大龍先生? 我真的去見客人,不是大龍先生 但是我去見客的餐廳 那些東西一般,好吃 我談完之後還覺得餓 我就去吃魚丹粉 就在那裡碰到大龍先生 連大龍先生也是在那裡吃魚丹粉 一個是吃平家 一個是吃那些好東西的有錢人 你們兩個都可以,一定是好東西 一定是在哪兒,我想看看有什麼事 分享… 分享給你… 是,在那裡 麻煩你… 昨晚約威哥的 誰知道他告訴我,約了鄧爵士 我昨晚約了他 他跟我說約鄧爵士 結果你知不知道約了誰? 約了他在高拔肥 他騙我們,約了另一個女人 威哥忘了,我們兩個才是他老婆 二太、三太,真是這麼說的 你們一個叫仇,一個叫煩 人們看見你們哪有口吃東西 David姐就不同了 開心過了,笑口償開 每一見到他都特別好胃口,對吧? 你說什麼? 你一嘴說這麼多話 是不是不用做事? 現在你不幫我解僱,你說吧 走啊… 走啊… 你想說什麼? 算了… 豪仔只是撿人家的口水尾 現在的雜誌唱到行 說你們一個是仇,一個是犯 我是哥哥也害怕你們 我告雜誌誹謗,告你一下 只是叫你一家人 我也不怕坦白跟你們說 其實我也受你們不信 你不信嗎?好像那天這樣 這麼好,來天啊,嫂子,要什麼呢? 真的不好,最近睡得不好 睡兩、三個小時就醒了 醒了也睡不著 你看看,眼淚都大了 是嗎? 本來今天上威龍找威哥 誰知道找不到他 整個星期都沒有跟他吃過一頓飯 他忙而已 我早兩天跟爹太太打麻雀 本來吃出三辣的 那個陳婦人煮雞碗就切了我 我那天本來很開心 被你抓住不停滾… 令我負能量爆錶 整個人都灰了,情緒低落 姐姐,你真是的,每天都傻傻 難怪威哥,你嚇跑吧 我就不一樣了,開心地說,經常笑 不過你也不好得多 要什麼? 過來坐下… 今天你覺得有什麼不同了? 其實已經漂亮了 你看這條項鍊嗎?真的很漂亮 大有來頭的就是沙紅送給他最愛的女人 威哥在拍賣行買給我 如果威哥送給我,就是我是他最愛的女人 那你禽獸蛇就不可以跟我爭 楷叔,替我弄到午餐A來吧 你趕了一小時,午餐沒有了 時間過了 你的嘴巴開了就不懂得收 我一讓你捉著你搖那天 我肯定做不完的事,一定要遲走 糟了,姐姐 會不會真的我們倆嚇走了威哥呢? 那他會不會熱情別戀 喜歡了那隻高伯菲? 那倒不會,David姐跟阿仁哥這麼好 看來阿哥真的在面當中碰到他 不過這樣,就算不是David姐 遲早也可能會有另一個 不是吧? 那怎麼辦? 如果你們不想嚇走阿哥 阿哥,你倆也要做些改變吧 媽媽,雜誌的事 如果你想的話 我去找律師幫你告他們誹謗吧 這件事不要緊 現在最重要是你爸爸 都把我當成是阿仇,怕了我 兒子,你有沒有辦法 這麼快可以令你爸爸不再當我是一仇 媽媽,這杯水你會怎麼形容它? 你喝剩一半的水 如果你是正確的人的話 你會說,太好了,還有半杯水可以喝 是這樣的嗎? 就是這樣 媽媽,你最近思考越來越負面 好像不懂得把事情向好方面思考 難怪那些日子感覺你會像仇 你以為我想的嗎? 難道我不仇嗎? 你爸爸又不理你 龍力連又搶了你的東西,還有… 阿姐,你… 你…什麼… 我總是來得到的 阿姨,你不要 你撤裂了腳趾骨 你爸爸就不會被接龍你繼承 你殘廢了,媽媽怎麼辦? 你也知道我平時不是踢開這一款 但為什麼我會踢? 我就是有示範給你看 因為你平時的負能量都爆出來 我吸收了也不少 所以爸爸就是因為這樣而避開你 我也不想的,但我不知道怎麼改 想改很容易 你只需要學會樂觀面對 對,凡事向好的方向攬 你就可以開心很多了 而身邊接觸到你的人 也會同樣開心 那豈不是好像今晚 你爸爸沒空陪我 我就想我可以有機會 和寶貝仔一起撐桌子 就是這樣,媽媽 從現在開始 永遠想起事都向正面攬 不僅我,爸爸也會很樂意和你一起 對,是不是真的很煩? 其實我說話正常不一定要出道 正常不一定要… 你一個人說好,不要去街上吃 不妨,不然會口臭 但我認識你今天人都沒有我 我今天說話就很正常 夠了 我真是…我真是…我真是累了 我回房睡了,很早的 我也打算了,我也先回房 你也是… 你年輕人沒鬼,不太早眼睛 還好,別這樣說,耍眼睛 風風懷孔這麼煩 究竟…我豈不是很煩嗎? 其實我居然冤枉 我覺得他真是… 夠了,你真是很煩 你煩得他們進房間不跟我打遊戲 關我什麼事?他們睡眠而已 我算過了 你進來之後就不斷雞嘆 不斷在這裡說話 你唯一停頓的時間 就是你去洗手間那一分鐘 你真是煩得我頭都爆頭都痛了 是嗎? 說話不是應該就是這樣嗎? 你的問題就是你太長氣不懂得停 你知道什麼叫言、簡、耳、該? 四字詞語當然知道 談過經成,花蓉越馬 一見如故,談不談 就是這樣 一讓你說話,你的嘴巴就不懂得停 你說想改,好,我讓你改 說少一點,以後限你用五個字 不是二五分鐘用五個字 是一、二、三、四、五 五個字 不公平啦 你剛才說話也不止五個字 你說想改,很簡單的 你一定可以的 但是 兩個字 不是你 五個字 知道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按一下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我們一條片 我們一條片 你